郭土办和主任 中华电信郭总经理 各位平和委员 各位外部支援单位的先进 大家好 在数位时代 通信技术日新月异 各项网际网络新兴应用 好比说万物联网 行动办公 网际网络的视听服务 OTD等等 都需要快速以及稳定的宽屏网络 通信海岚 就是各国分享资讯最重要的管道 已经有超过95%的流量 是透过国际海岚 我国是海岛国家 目前连外的国际通信 还有我们本岛离岛之间的通信 主要都是海岚 传输容量大概是99个TB per second 那当然还有卫星通信 以及微波链路等等 也都很重要 鉴于海岚网络发生重大灾害的时候 如果冲击到我国连外 或者国内的通信 这样子不但影响我们的经济社会活动 更可能危害国家的安全 因此各位在这边投入 让海岚网络更加稳定的运作的工作 这样才能够支持我们的国家安全 跟数位转型 我国目前有14条国际海岚 8个海岚登陆站 分别在 头城 淡水 巴黎 仿山 金门 5个地点设置 其中头城就有两个登陆站 分别是中华电信以及国际环球通信网络 REACH所设置 共连接5条国际海岚 占5国联外国外的传输 大概60%左右 是最重要的海岚登陆站 我们这次演练的标的 中华电信头城海岚登陆站 就有4条海岚登陆 而且中华电信新投资建设的 Apricot海岚也会从这个站点登陆 因此无论是从国际传输容量 或者海岚登陆数量来看 头城的登陆站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鉴于此 强化这个登陆站的任性 就是我们数位部重要的任务之一 考量在战争发生的时候 海岚登陆站一定成为重点攻击的目标 我们藉由俄乌战争的经验 这次的防护演习 是以最上位的国家安全桥路切入 我们想要验证防范灰色地带冲突 凭战转换自卫自救 以及维运能量 而且还要建立战时协同防御 跟通报应变的机制 我们想要推演军事冲突提前 海岚登陆站整体安全防护作为 这个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今天是我就任部长的第五天 因为草创阶段事务繁多 真的很抱歉 没有办法亲自到场 但是我还是要善用数位科技 用视讯的方式与会 为各位加油打气 最后预祝今天的演习 圆满成功 大家身体健康 合乎平安 Live long and prosper 我们下转发